恭喜刘士文功成身退喜提国评新身份 刘古梁终于等到这一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刘士文最近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其实国评这些年轻的主力呢 在最近也是接连参加了国际的两大赛 分别是视频赛以及WTT世界杯 并且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回国对我们国评整体大队伍来说呢 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消息 当然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 那么这一次刘士文做一个老将和一姐 那么在这一次却并没有参加比赛 而在此前的名单当中 他也提出自己呢 也希望有一个好好休息 好好调整的机会 争取在明年的其他比赛当中 占有所斩获 所以从目前来看 在大家看来可能这一次呢 刘士文确实也已经是功成身退 虽然说他现在还没有退役 但是可能呢 也并不会像这些年轻主力那样 再次非常频繁的活跃在这个赛场上 可能他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呢 而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刘士文这边呢也是喜提的 他在国平这边作为运动员的一个新的身份 那么对于我们整个大队伍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也知道其实在2019年呢 当时刘士文呢 就入学了北京体育大学这边的一个冠军班 并且呢也成为了一个硕士学生的一个身份 而在最近我们也看到现在呢 三年已经过去 很快呢刘士文就能够毕业 所以也就意味着呢 那么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是能够喜提了 硕士的一个身份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大学的高材生 那么我们很清楚 其实刘士文呢 虽然说现在还是一个现役的运动员 但是呢 他现在能够拿到硕士的学位 并且呢也是专业非常对口的 所以可能很多球迷有都在猜测 将来他很有可能 或者说完全有能力 有希望呢 能够再次回到国平这边去执教 不管是成为主教练 还是说将来呢 有希望去竞争 更加高度的一些职位呢 其实都有帮助 毕竟呢 他在这边学习的一些管理学的一些知识啊 还有说对整个球队的一些管理啊 等那些各种专业的知识呢 对他之后的一些球队的管理都会有好处的 所以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刘士文虽然说 并不能够继续以一个球员的身份呢 打下去去为国争光 但是即便是他之后退役之后呢 如果说有幸能够成为我们国平的主教练 能够成为苏颖沙的主管教练 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身份呢 相信对我们国平的整体发展都会大有好处 所以啊 我相信呢 如果说看到刘士文现在呢 变得越来越好 还起提了这么一个重大的身份呢 相信刘姑娘肯定会非常的开心 一直以来刘姑娘都非常的喜欢刘士文 并且在此前2019年呢 当时刘士文已经有了退役的一个想法 因为伤病满身呢 确实让他自己非常的苦恼 那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还是刘姑娘支持鼓励他继续打下去 才有了2021年的那么继续坚持 去到奥运会这边去打比赛 所以总的来说 现在看到刘士文变得越来越好啊 也能够起提新的身份啊 获得更高的学历啊 将来可能还能够回到国平这边去执教啊 我相信刘姑娘等到这一天 肯定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其实他对刘士文来说 接下来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在这个行业当中去深造 将来也能够有机会去服务我们国平 去反过来呢 去执教更多的一些年轻的才俊 去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来帮助我们国平呢 继续走完下个十年二十年 让我们国平呢 继续屹立在整个平台当中去布导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量仔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